開了三十七年而已 所以我們知道的東西 三十七年 你算吃錢是不是 我算吃錢 算菜的 所以我知道沒有那麼多 我的印象裡 近年來有回鍋再當黨主席 就朱立倫一個而已 對 前面我的記憶裡好像沒有 那我馬有 馬英九有啦 他不一樣 他是總統的 他是因為對當總統之後 除了說馬英九 或者是像這個 憲總統蔣公以外 有什麼二四復刑四四之外 我覺得朱立倫應該是 這個純粹的黨主席 唯一回鍋再當 那果然他的用人的法則 跟一般的黨主席就不一樣 跟江啟臣 跟吳敦尹 那個都有一些差別 怎麼說呢 我們通常你要讓一個黨 讓他能夠有活力 有戰力 要什麼 要為人為才適用 這個人只要他適合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有他發揮的空間 這個空間他的發揮 可以讓整個黨更有朝氣 更有戰力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用人的哲學 那但是朱立倫 他畢竟是一個回鍋 重新當過黨主席 有經驗的黨主席 他用的除了 我不能說他不是人才 他除了為人為才之用 還有一個為親 要為親 你對我不夠忠誠不用 你太有戰力 太有才華了 萬一你對我不忠誠 那沒有幫助 所以說要為親適用 所以他親是重於才跟識 所以說這點就讓人家 有一點點懷疑 所以剛才正好說 首戰即是中戰 我有一點點跟正好不一樣 我覺得他後面要戰得還很多 只是戰勝還是戰敗的問題而已 我覺得他後面要戰得還很多 為什麼要戰得很多呢 他光是黨內到現在還擺不平 為什麼說擺不平 這一次台中的罷免案 這個陳柏惟的罷免案 大家可以看到 國民黨如果贏了 大家認為贏了一定有好處嘛 如果成功一定有好處 對國民黨整個世襲大陣 錯 我告訴你 對國民黨內部的團結不會有好處 因為他是一個反 一個抗中保台的勢力的減弱 因為抗中是誰 陳柏惟啊 陳柏惟就積極抗中的啊 如果陳柏惟被抗中 這個帽子被摘掉 把他罷免成功之後 那國民黨黨內 這個抗中保台的意識是會低落 那整個對於親共的 對於中國友好的態勢就會上升啊 那朱立倫你是這樣走嗎 那個極端的路線會更極端 就是張亞中路線會更極端 紅袖柱路線會更極端 因為為什麼 你看台中這一戰告訴你 國民黨未來的發展的方向 是這樣 那朱立倫是願意嗎 我認識的朱立倫他是不願意的 余將軍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說張亞中 他就是可以透過某一些 比方說那個勢力消長的部分 他或許可以再又回來 變成又長大對不對 可是有一個狀況是有動作 一邊這個朱立倫主席 他不是說什麼 要同舟計畫 說要找回什麼三十萬的黨員的這一塊 這一邊在做 這是黨主席在做的事情 但是不好意思 張亞中沒選上黨主席 他照樣做 他做什麼呢 他要弄一個辛亥行動 辛亥行動這個其實很大 然後他要找一些人 他說我要招募黨員 五千份的入黨申請書 一天啊 他在這個雙十國慶那一天 在發說去了台北 去了桃園 去了新竹 五千份的入黨申請書 當天就被搶光光了 那張亞中在做什麼啊 這邊是黨主席的 那是黨主席的職權沒有錯啊 他要找一些青年嘛 他現在在摸一桌 當然朱立倫也有 對於這個事情他有回應啊 他說 為中國國民黨招募黨員 是每一個黨員的義務啦 那張亞中我們這位同志 能夠一天發出五千份這個報名表 他是我們非常優秀的黨員 這嘴巴是這樣講 心中不緊張才有 那個才奇怪耶 你叫朱立倫去號召一下黨員 要一天發五千張都沒有那麼容易 但是話說回來啦 張亞中先生發出去五千張報名表 能夠回來一千張兩千張 我覺得就不錯了 因為我們都做過這個事 我們以前在黨裡面服務的時候 我們都有每個月都有業績的這個壓力 就跟賣車賣房一樣 我們有業績的壓力 就是每個黨部要進來多少人 那我們有這個壓力 那我們也是普發 聽說你的孩子今年剛剛超過十六歲 可以入黨了 我們趕快去找他做個業績 我們都這樣做 可是呢 即使是孩子他都不要入黨 他就看爸媽我沒有要入黨 你幹嘛幫我入黨啊對不對 沒有才交兩百塊 我不是兩百塊 你不要繳 所以我說其實這個問題很大 那可是呢 張亞中有這個魅力 他能夠發出五千張 至少他可以回收個一千張吧 所以他有這個魅力 那黨員被誰吸收 其實是看那個招募者的面子而已 我對你招募者的理念 對你的這個你的說法 對你的形象我認同 所以我加入國民黨 可是張亞中他找的假設有真的回收 一千個真的入黨的話 那不是表示說我原本呢 亞中粉再多一點 那那也是你說往一個極端篇的那些族群 當然就是偏就是偏向嘛 那可是這些這些亞洲幫會真正回 這大波多數是回鍋黨員 就是試煉黨員再回擊 大概是這樣 那這些黨員的年紀應該都不會去增加那個 不到百分之三的四十歲了 他應該都是四十五歲 五十歲甚至六十歲以上 就是年齡會偏長 也是資深公民 資深的這個這個黨員 那但是這些黨員對於國民黨來講 沒有辦法讓國民黨年輕化 可國民黨更大的問題 不是在於年齡的年輕 而是思考模式跟想法的年輕 我覺得這才是朱立倫要去真正 我說未來他的戰爭要走的路 還非常的長 所以我說朱立倫如何為人為才適用 而不是為親適用 未來會比這次罷免案成功與否 我覺得更重要 可是我們